拜登政府度过了一个危机 有机无险 9月已经在背后 9月最后一天 到期的政府资金运作经费没有断裂 10月1号这些机构没关门 就在政府关门危机到处前几个小时 终于通过了临时支出法 因此政府将会继续拨付联邦政府资金 不过也只能维持到12月3号 拜登还有12兆的基础建设法案 他自己的民主党意见分歧 表决不断延宕还没过 美股在这种情况下面 结束了第三季身受冲击 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黑 导总是跟标普500指数 月跌幅超过4% 是10年来最惨的9月份 美国政府运作资金9月30号到期 经费一旦断裂 10月1号部分机构就得关门 国会两院赶在危机前几个小时 通过了临时支出法 及时阻止了关门噩梦 临时支出法案将提供联邦政府资金 维持运作到12月3日 政府关门姿势体大 两党对此都有共识 所以法案轻松过关 总统拜登也敢在午夜前签署临时法案 政府关门危机暂时解除 但举债上限尚未冻结 美国财政部将在10月18号用尽手投资金 债务违约之难临头 拜登另一项法案也还没有解锁 1.2兆基础建设法案 因为民主党内部分歧无法化解 导致表决一再拖延 民主党温和派的两位议员 目前是法案能否通过的关键人物 他们坚决反对依照进步派的要求 再追加3.5兆支出计划 尽管温和派议员曼清 后来在金额上稍稍退让 但离3.5兆还是太遥远 国家支出在国会卡关 加上通膨升温 10年期公债殖利率狂飙 美国股市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黑 道琼和标普500指数的月跌幅 超过4% 是10年来最惨的9月 是10年来最惨的9月 美国租价格也出现惊人涨势 年增幅在8月达到了11% 佛州乔治亚州和华盛顿州 涨幅超过25% 纽约市的房东甚至一口气就涨了七成 美国解封后 民众陆续回到城市工作 需求增加推升房租价格 尽管劳动市场透出荣景 但劳工部长却表示仍有变数 政府基础建设法案要是没过关 美国经济又得走回老路 劳工就业除了受景气影响 现在打疫苗也关乎饭碗保不保 拜登下达疫苗强制令 州政府和企业大夺配合 联合航空600多名不愿施打的员工 确定会被开除 加州政府要求所有医疗人员 必须在9月30号前接种 否则就不再雇用 美国食品大厂泰森也在8月宣布 疫苗强制令 目前91%的员工都已经施打第一剂 拜登疫苗强制令似乎开始发挥了效果 全国单日感染人数减少 死亡人数也稳定下滑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